原标题 赵薇生成八岁的女儿怕自己 告诉群众 逆宠能让小孩目中无人真人节目 中餐厅最新的一期节目看点比较多 而在节目中将迎来很多比较有意思的看点 再加上赵薇的好友小明等人也会加入进来 还有冬雨和张亮也会前来助阵 在节目的前期 赵薇其实就有谈到关于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方式 但对于女儿和老公黄有龙是很少提起 而且在以往她的露面之中也很少提到女儿 如今她与老公结婚十年 女儿小四月也已经八岁了 近期的最新节目中 赵薇有谈到关于自己的育儿经 并且还聊到了关于孩子教育的话题 赵薇声称在家中八岁的女儿 是怕自己不怕老公的 而且声称现在的人生娃都太少了 不像我们那个当孩子的那个年代 而且现在的人都非常的逆宠小孩子 并且他们也完全体会不到生活有多苦 想要什么父母都会来满足他们 但这种意外会让孩子们坏掉 而且她还告诉群众 逆宠能让小孩目中无人 赵薇表示 当小四月在五岁的时候 这种感受让当母亲的自己是最强烈的 有时候父亲往有龙护着宠着她 自己完全就是看不下去 当然自己会大事情上保护着女儿 生活之中只要没有危险的事情 赵薇表示都会让她娶人座 而且绝不腻着她 在节目中难得赵薇与老友们 一起交流孩子的育儿经 当然在餐厅她也告诉群众们 自己经常看新闻 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们 为了钱 可以说是把母亲掐住不放的 甚至是打妈妈耳光的都有 这些其实并不是钱惹的祸 而是教育的问题 而网友表示 这是典型的说 女儿不能逆宠教父养啊 其实当下越来越多的明星们 不仅仅是在与粉丝们交流着个人的生活 更是把孩子们的教育 也坦然的表现在了大家面前 赵薇说的没有错 孩子绝对不能逆宠 而且这种逆宠会让孩子们 慢慢的迷失自己的方向 这几年赵薇已经是变成了商界的女强人 当然争议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 对于女儿教育的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